世界最尖端航空技术亮相珠海,歼10,老大的喷管真给力,歼20笑了,歼峰时刻,歼20歼10时喷金线珠海,展示世界顶尖超机动性能,失望变狂喜。 这是近几天军迷关注珠海航展的真实写照,心情落差之大犹如当年长江漂流做漂流疲乏自过虎跳侠,这一上一下的心情真好比礼拜的名剧《日照香炉生紫烟》,摇看徒步挂钱穿,飞流直下3000尺,一时银河落九天,原本珠海航展推出展出项目时,专业人士就不说了,军迷向被浇了一盆冷水,项目表上太过平淡,项目表就不准。 基本都是过往已经展出的项目,虽然展出的装备都是我国研发的尖端科技技术,嘎心嘎心的,但是现在军迷的胃口被惯坏了,恨不得展出尖星剑才过瘾,有军迷买了票的有点感觉吃亏,大吐苦水,就在这两天,冷不丁的突然有前方记者拍摄到一架尖石V降落在金湾机场,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架尖石V就是方箭一直传说,从未见过真容, 的带住巨尺矢量攀馆的那架超机动行街时,这下军迷群里炸了窝了,引起一片欢呼。 而就在这声欢呼还没喊出口,更为惊诧的是前方记者又拍到了四架歼20出现在金湾机场上空的消息,有图有真相, 这声欢呼变成了狂欢,笔者估计,这两个消息一出,成千的海外专业人员也在忙不迭地赶往珠海,其中恐怕不乏特殊任务的那些人,黄牛跳肯定大涨。 笑,老高写了一篇短文,刚刚准备说说尖石V矢量喷管,结果墨迹未前,尖二十又来了,得嘞,分上,下写写这两型神奇的战机,上,尖石V矢量喷管大闹金湾。 这个消息刚刚公布,军迷立刻大呼太过惊喜,简直有点不敢想象。 要知道全世界能够研发矢量发动机的只有三四个国家,这三四个国家是美,俄,中,英,但是,拿出来公开在航展上展示的单发型矢量喷管发动机的战斗机,却只有中国一家,美国的矢量喷管验证机有三种, 一种是F15版一种是F16版,还有一种是纯矢量验证机X31,最后是将F15矢量喷管研究成果用在了F22上,抛弃了单发型的矢量喷管技术,而X31是一种燃气多验证机,严格地说不能叫矢量喷管,而F16V从来没在航展上路过面。 俄罗斯的双发矢量喷管验证机很多,都是双发,英国也有,在EJ-200发动机上试验过矢量喷管,但是没装上飞机,世界上尝试过把压抑和矢量发动机。 装一起的目前只有美国的X31和这架歼10B,而美国的X31的矢量发动机是用扰流板实现的,也就是很简单的燃气多,和日本的新神上装的矢量发动机形式一样都是燃气多,不具备实际服役的可能,仅仅是验证而已。 歼10B上装的是EVAN全项矢量,推力损失小,实用性强,美国在F16上做过同样的实验,而且X31的压抑也比较歼10B小很多,所提供的力局也没那么大,然而根据美国军方的说法,X31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机动性。 咱们这架歼10B会有怎样的表现?是不是太惊人了? 所以,装一台正经八本的矢量喷管发动机的只有中国的坚持币,有人叫坚持币,敢于在世界级的行展上拿出来显示,独此一家,一高人胆大,一高期也胆大。 下图,这架歼10B矢量喷管的扩散收敛叶片歪扭状态,什么是单发型? 就是只有一台发动机的飞机就是单发型,所以,这次是中国先于全世界各国首先在公开场合,和航展上展示单发型矢量发动机的战斗机,给人以无限期待和惊喜。 歼10B矢量型首次公开展示在军迷群里兜炸了,好评如潮。 挑几句摘录如下,会不会有眼镜蛇机动上演呢? 微博上说会有眼镜蛇机动飞行表演,今年航展一大亮点,看谁还说没有看头,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太航定型十多年来首次参加珠海航展飞行表演,可喜可贺。 这个和美军一样的,矢量发动机都是先按在单发飞机上,便于试验数据收集。 F-35的始发也是先找一架F-16试验的,专门为坚实装备始量没必要,伪玄试验的支架还在,说明这一版本的始量太航已经能大规模用,就是不知道最大推力有多少。 故障率高可靠性低的发动机,特别是装在单发战机上面的是不可能参加航展的就更别说进行飞行表演了,我怎么都竖出来的都是14片局。 初五,暗指是不是装了波上15发动机,以后生产的歼10C会不会不用毛发了,直接用太航? 希望以后生产的歼10歼20都能用上,哈哈哈哈哈哈,我倒是看看那些拿歼10来说国发不行的家伙连种不种。 一不小心就给你们来一个大惊喜。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架1034号歼10B曾经身负重大使命,让我们仔细看看它的真面目。 这架歼10B的重大使命,就是为了歼20,道理非常简单,这架歼10B的始量喷管仅从外观上,看就是一种为了隐身战斗机的尾喷管设计和研发的,而我们目前知道的国产三代机和三代半战斗机都不是隐身型的。 完全没有必要单单为尾喷管进行隐身设计,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歼20设计的。 另外,设计的年代应该是在歼20手飞前,歼20设计的几大分系统之一就是尾喷管隐形,它是歼20整机隐形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到歼20整体设计的成败,所以必须在尾喷管隐形验证成功后,才会作为启动歼20项目的要件之一进入歼20的整机设计。 歼20既要尾喷管隐形,还要尾喷管有始量机动的能力。 歼20隐形加超机动性这两项四代战斗机必有的性能承败的重大使命都集中在歼20的尾喷管上,可谓至关重要,意义重大。 说白了,这架歼10B歼附助为歼20印证超机动性能和隐身性能的重大使命,它要搞不成了,歼20就不会上马。 从最基本的逻辑来分析,一,歼20就是为对抗F22和F35而设计的,所以从一开始隐形和超机动性就是头等重要的设计目标,不成功歼20项目就不能启动,至少是整机工程立项不会批准。 二,歼10B使用喷管成功后才会有歼20的成功,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三,中国空军对歼20是非常满意的,说明歼20达到了设计指标,所以,歼10B隐形,使用和高机动喷管对歼20的成功,功不可没。 图,网上流传的这幅漫画一开始大家都还怀疑真实性,现在已经得到验证。 图,下图文字特别提示歼20装使用喷管是很早以前的事,而歼10早就给歼20试验验证过了。 歼10B使用隐形喷管本次在珠海航展奥光应该说,再次被证实了工程节点和进展过程。 下,本次航展上歼20的三个炫耀,网上已经流传歼20在广东某地和直接在航展现场热身的视频镜头。 不出所要航展正是表演时歼20八九不离时还是表演视频中的几个动作。 前面说过不懂航的看热闹,懂航的看门道,那么门道在哪里呢? 看垂直爬升。 看这个门道主要是看歼20平飞突然接垂直爬升这套动作的速率, 就是每秒飞多远,飞多高,飞的速度有多快,专业术语叫爬升率。 从视频看,歼20在没有打加厉的状态下7秒钟就垂直爬升到不见踪影的高度, 这个高度足足有2000米以上,每秒的爬升率在350米左右, 这就是表演给懂航的人看的。 包括国外来的专家和情报从业者,爬升率又称爬升速度或上升串, 是各型飞机,尤其是战斗机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 它是指定长爬升时,飞行器在单位时间内增加的高度, 其计量单位位迷每秒,飞机在某一高度上, 以最大游门状态,按不同爬升角爬升, 所能获得的爬升率的最大值称为该高度上的最大爬升率, 以最大爬升串飞行时对应的飞行速度称为快升速度, 以此速度爬升,所需爬升时间最短, 飞机的爬升性能与飞行高度有关,高度越低, 飞机的最大爬升率越大,高度增加后, 发动机推力一般将减小,飞机的最大爬升率也相应减小, 达到升线时,爬升率等于0,以F-16战斗机为例, 该机在海平面的最大爬升率高达305米每秒,高度1000米时, 降至283米每秒,高度为1万米时,则降至100米每秒, 当高度达到17000米时,其最大爬升率只有12米每秒, 相对的还有下降率,下! 本次航展上歼20的三个炫耀,网上已经流传歼20在广东某地和直接在航展现场热身的视频镜头, 不出所调航展正式表演时歼28九不离时还是表演?